非洲猪瘟阴影还没完 没猪肉可吃 中国启用紧急冷冻猪肉 因非洲猪瘟造成肉价上涨 中国决定启用储备已久的备用猪肉 非洲猪瘟肆虐中国 造成当地三分之一的猪被迫扑杀 逼迫中国政府要开始使用备用猪肉 来压低涨翻天的猪肉价格 根据欧盟食品安全局资讯 非洲猪瘟普遍透过狮虫咬伤 接触到已经感染的动物、器具或是厨余等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指出 非洲猪瘟则是由DNA病毒的 非洲猪瘟类病毒科所引起的一种疫病 根据世界动物组织表示 非洲猪瘟的症状包括 高烧、耳朵腹部、腿部发红、腹泻等 因非洲猪瘟造成大量猪脂死亡 现况来说猪农在饲养方面变得相当谨慎 为了要增加猪脂数量 中国中央已下令 要各地方政府提供临时补贴金 给大型猪农来鼓励养殖猪肢 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更进一步提供粮食券 和寄出折扣来平衡涨不停的猪肉价格 《南华早报》引述中国的招商证券 分析师报导说 全中国的冷冻备用猪肉 大约为9亿9千公斤 如果中国无法提供足够的猪肉给国内市场 全中国将被迫开始从欧洲市场进口猪肉 《南华早报》报导指出 中国在1996年时为了因应紧急状况 像是要稳定肉价而决定开始储备猪肉